化工股票由于进入景气大周期,已纷纷发表营起,在约市之制差不多全线跑赢大市。属于小型股的天德化工609预期上半年盈利增长一倍至一亿元人民币。 股价曾即时爆升三成多重上一元,之后在九十余先整固资本周再向上。表面上,与其他化工企业相比,天德的盈利增一倍不算狠突出,然而其盈利增速其实远高于表面数字, 凝起指出,盈利改善主因市售外部因素转变影响,若干产品的市场供求平衡产生变化,导致产品的售价及销量较去年同期有合理的帐幅。 以及通过集中生产进一步提高整体生产力和效益。 压制生产成本,天德去年全年盈利九千多万元。今年上半年预计赚一亿元虽然出息但不算出众,然而去年盈利有七千多万元来自政府收地补偿。 是一次性收益,约扣除这部分,实际盈利只与前年持平,维持于二千多万元。因此,今次迎起实际上相等于半年多赚几倍。 天德主业生产精细化工产品。新的年报并没有列出具体产品内容。去年则曾指出主要产销清机化合物。 然而,管理层也强调公司持续开发生产品,以迎合市场的需要。天德的生产线现时主要集中于山东维坊工业园内的大型厂房。 该工业园会集不同的化工企业,有利天德在往市中以合理价格买入原料。精细化工是指一些用于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中介体。 即既是本身的产品也是客户的原材料,通常都是较小众的产品及不会轻易获得生产牌照。 而毛利较高的精细化工则是高端新材料的原料。 供应量不多的精细化工在行业景气其时便得供不应求。 而天德产品除内销外,也出口去外国,因而在景气年盈利能够爆升。 天德十多年前以1.02元上市,2016年盈利曾增至2亿多元人民币。 当年派息0.12元,但及后由于化工业不景气,天德在2018年甚至录得亏损,及至2019年亏转型,直至2020年才恢复派息0.03元。 预期今年股息至少可达0.06元。 根据盈起,天德上半年每股盈利可增至折合约0.13元。 由于下半年景气持续,全年每股盈利料至少可达0.26元。 现价预期市盈率低至4倍,每股资产正值增至2元。天德是正在翻身的超值股,而趁整顾时收集。 这是fits2较休息。 请按订阅金融下的以后,请小丝大利已有空虚佩的规则。 请点赞,订阅金融下的将来并且发布中一参与剂。 请在战场上推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金融下的预期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金融下的预讯。